他这个影片绝无尽有精词一架 真的 500 你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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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还不为 我愿为你祝福 我爱你 或许你属于你 只善即是不易 在我心中 再没有谁 代替你的地位 我爱你 对你 不足的你 无畏高谷 寂寞 再想一想 完全地爱你 一万人 这位先生唱得很辛苦 吴白老师 你好 吴白老师 弹琴都弹琴 干嘛 好像捆弓一样 搬钢琴 搬冰箱也没那么累 这就是你的场子 比如说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玩一个 啊 啊 我跟你配合 可以吗 我觉得 胡老师唱歌不错 什么歌呢 你借我唱什么歌比较好 听说最近包青天很红 不是我催你 这首歌 自从我唱了之后 很多观众朋友主要是 听主题曲听完就转台了 那我们再听一下 我们家现在这种 这个狗阿嬷都跳跳 直接拜包今天 哈哈 好来来来 漂亮 Are you ready? Are you ok? ok ok shut up 来 one two three go I want you I want you You Hu Hu Wu Cchen Yu You N 太厲害了 唱一首歌好像昆江的 這個音樂這樣唱很累啊 難怪滿身大我現在知道了 你現在知道了嗎 知道知道 抓著麥克風 抓著吉他 然後要一直跑 對 我們一次四隻手 金四個釘子 還要有節奏 是啊是啊多辛苦 我今天這樣唱也就是他的風範 好棒喔 我看到這一段好感動 不過我要說一句話 伍佰你不要生氣 你以前好像黃燈輝 你很像黃燈輝 黃燈輝 你好嫩喔 有模仿到那個精髓 有 不過說在伍佰以前就是非常Rock 他是伍佰跟China Boo 還有一個林牆喔 對 這個畫面真的是絕無精 真的 而且今天我們現場有一個伍佰的超級粉絲 有 阿超 阿超 你是學伍佰戴眼鏡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 你伍佰到什麼程度 伍佰到說 可以讓 花很多時間跟金錢去追他 你哪裡來弄來這個看板 這是我們舞動搖擺後援會家族的一位成員 他去跟廠商 然後直接跟他買電視之後 可是他的交換條件就是 這個人型立牌一定要給他 他才要跟廠商買這個電視 哇塞 這樣廠商也比較請他代言也比較有家 我還看你多名500 你會500一些slogan 他當初第一支比較經典的廣告是 台灣啤酒的廣告 台灣啤酒 對那是很經典 然後那時候就 對 經典名句是 注意喔 沒有錢別說 有錢這個大聲 差不多 這樣就破音耶 好在的感覺 天台的觀眾還要破音耶 這個 這個我會比你好一點 這個我會破 我就比較厲害 這個墨鏡借我一下 墨鏡 唉唷 老師 唉唷老師 不要累了 不要 我來 他有點像耶 來 我們來說一段 500你是我的花朵 花朵 耶 你跟人家 吳王斌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跟著你 吳王斌 吳王斌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跟著你 吳王斌 吳王斌 有 然後最後 謝謝 來 謝謝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還是覺得 老師讓你猜 我還是覺得黃鐙輝長這樣 不過說實在 吳王斌真的造成一個風潮 就是他那種 他以前是吳俊林對不對 小朋友 對 剛才其實他為什麼會上電視就是 他跟林強去宣傳 孝蓮安的這個 孝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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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個是已經絕版的那個 柏林佳音版本的原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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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耶 我們現場有一些女生 新年級的 你們喜歡五百那種 香漢淋漓那種 帥件嗎 還是喜歡那種 金城武那種 文職兵的 金城武 金城武 不是 可是我小的時候 我跟我妹有一陣子 就是因為我媽是閩南人 所以我們小時候有一陣子 我跟我妹超哈五百的歌 因為她那時候剛出來超Rock的 而且台語歌就是 她不是那時候唱什麼 金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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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小天妳唱五百歌OK 對 蠻厲害的 金城武 我想到現實了 走到我的路了 我幫妳找到出路 我真的幫她找到出路了 對 我出一個人 江老師 黃老師不幫我製作專輯 你幫我製作專輯 我們幫我製作專輯 我跟你講 最近全輪 如果妳要幫她找出路 我就開始要幫妳找出路 不要 小天 所以妳會喜歡台客風對不對 就 沒有啊沒有看人 妳想當台妹嗎 就聽音樂而已 如果有人說妳很台妹 妳會開心嗎 很棒啊 對啊 我如果很台妹的話 OK啊我也台過沒關係 OK 現在妳也很台 沒有台過 唉唷 我會想台妹是一種台灣人 一種特別的文化 就是 其實台妹是很酷的嘛 對不對 比如說 就是我愛台妹 台妹也愛我 對我來說 林志玲 算神 算屌啦 不敢得罪林志玲 不過說實在 這就是一個文化 因為五百把台灣人的文化 又帶一個音樂的那種風氣 又帶提升到一個Rock的境界 對 不過妳看林強 剛才那個林強 也好久不見 林強跑到哪裡去 林強現在在做一些電子音樂 然後當DJ 所以其實每年比如說春娜 那些都可以看到他表演 然後他更厲害的是 他差不多要拿了三座 兩座的金馬獎 這個來配樂 我跟各位講 林強是一個真正的音樂人 你知道他為什麼退出歌壇 就是退出所謂流行音樂圈 那種大紅大折 因為他忽然有一天 他去參加一個什麼龍舟吧 或是比賽或怎麼樣 他要去當來賓 他突然說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Oops 來賓 因為很多藝人會的感通告 上節目要玩遊戲 可是他說 Why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不是音樂人嗎 那一天他決定離開銀光 好棒 毅然決然的離開他最紅的那個年代 他在最紅的時候就抽身 就走 然後一直沉寂 然後他在後面默默的做一些電子音樂 然後推行地下文化 對 來還有一個 Ladies and gentlemen 還有一個 這個人呢 現在紅得不得了 真的 然後他已經結婚了 他剛生一個baby 猜猜看是誰 女生 剛生一個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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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次吧 改一次 改一次已經有兩個了 改一次 改一次 他已經有一個 對 小婷姐 來 現在比他紅 早期的画面 也非常非常的惊变 陶晶莹 薛吴京友 十八年前陶晶莹